只因驾车练习时长不到两年半 男人竟对司机拳打脚踢 随后照着面门正是一顿躲打 视频曝光后 公司股价下跌百分之百 财阀老总很生气 撕毁了任命书 并让儿子尽快解决问题 男人跪在门前深深忏悔 不停请求对方原谅 可他的大逼斗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心理伤害 司机并不想妥协 财阀又是说好话 又是抱大胯 却被一脚踹趴下 其实这正是财阀想要的结果 律师正拿着手机记录一切 只要发到网上 舆论肯定倒向一边 在水军的引导下 网友开始骂起了司机 财阀擦了擦眼药水 满脸都是不屑的表情 夜晚几人来到KFC 财阀见色起义 竟侵犯了身旁的女律师 第二天 女律师哭红双眼找领导告状 领导却要求女人默不作声 她闯进办公室 希望财阀能在媒体面前公开道歉 男人却一脸见笑 让女人急头白脸的报个假 转账现金都行 女人感觉人格受到侮辱 她将两人对话全都录了下来 并扬言明天就曝光网络 发到社交平台 因为家暴怀孕妻子 男人刚从监狱释放 这次她无论如何也要让女人闭嘴 隔天 女人尸体出现在了自己车里 现场没有任何挣扎痕迹 法医对其进行尸检 女人身体没有外伤 只在左臂发现一个水泡 判定为轻微烫伤 除此外死者身体健康 血液中也没有任何毒素 最终法医只能给出结论 死因不明 检察官翻看卷宗 财阀层暴力殴打妻子 导致媳妇自杀身亡 这次女律师一定是被谋杀的 但却完全找不到证据 眼看走投无路 小慧只能找休假的马应龙出山调查 老马只是看了眼水泡照片 便想到了对方的杀人手法 她首先对伤口做了个切片 发现烫伤处坏死严重 女人血干水平很低 需马上对血液浮离子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 死者血液中含有大量浮氢酸 浮离子会快速降低体内钙含量 而缺钙严重很可能导致心脏骤停 浮氢酸能杀死神经 只要接触皮肤就能被快速吸收 警察调取监控 发现女人在咖啡馆被帽子难故意烫伤 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 导致了女人的最终死亡 感谢观看